邀請部長 請嚴部長 前衛要好 部長你好 我們今天聊一下269跟信品兩件事情 首先我們用專業的角度 我們從專業的角度來看 就不把它當成單純是軍中的事情 因為我想大企業 包含台商在中國投資有一些公司 可能都會有一些這樣子的狀況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避免這個狀況 要從制度面來講 所以我想先請問一下 聯合二級廠的 他這標準每人每人每個月的公時是 保養公時是多長 可委員報告 他每個每月的保養公時 他是85個小時 85個小時 然後要保養304件的設備 需要1609 而每月的這個可用公時是1955 對所以理論上 我們有1955個小時 來使用1609的設備保養 理論上是非常充裕的嘛 對不對 然後在這個案發這個事件人 他的不管是公時休假情況 我們的報告上面都寫正常 再加上量表施策也正常 那請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是哪裡不正常 產生這個事情 你覺得是哪裡不正常 其實包括委員 我們對於一個生命的逝去 我們都非常的悲痛 所以我們跟委員一樣 我們也是急於了解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到底你剛剛委員所提的問題 我們也成立了行政專案小組來做個調查 同時我們為什麼在第一時間要請司法單位來介入 因為有時我們在調查的同時 我們就擔心家屬會有很多的質疑 所以這點先向委員做報告 對啦 我問說是哪裡你覺得不正常 對 因為我們現在也還在做一個釐清 所以現在也不確定嗎 跟委員報告 目前看因為家屬有陳情嘛 說他在單位裡面有受到刁欄跟責罵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把那三個幹部調理一線 也就是要釐清這塊 到底責罵了什麼 到底有沒有刁欄 還有公時剛剛委員講了 有沒有操量有沒有加班 好假設是刁欄跟責難 我們看到現在這個包含 包含兩表施策或公時休假 這個都沒有辦法撤得出來 可是我們現在在評估說 這個軍中的管理制度有沒有完善 是用這些東西來評估嘛 所以我要提醒的事情是 在制度面上面 我們可能並不只是文書上文字上的紀錄 或者是檢測而已 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讓他們願意說實話 我們也知道兩表施策 有的時候甚至面談的部分 長官坐在你面前 你叫我講實話 他可能會心生恐懼 不過我想這個細節上 還是需要各位去把事件調查理經出來 那另外呢 黃台長他有遇到一個情況 就是我們知道他其實是這個特戰部隊服役 但是他現在跑到這個二級場做 排行軍官 那會不會有這個專場轉換的問題 會不會有單位轉換調適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人可以知道他的狀況 報告委員 陸軍參謀長報告 是 他這個專業軍官他受的 雖然是到部校受部科 是 那第二個 他受到這個 我們這個排行排長是 他屬於關通 那他到這個單位之後 他有受專業的二級場管理班的訓 是 所以他可以有這個職能來做這個 就是他103年轉到資源儀之後再特戰 然後到107年轉到專業軍官班 那麼專業軍官班之後到這個位置之前 到後校 後級學校去受這個保安排排長的職業的訓練 對我們當然並不是說要不當每一個軍人軍官的這個保母 或者是家長啦 但是 做做為一個這個好的主管跟上司喔 除了專業的訓練之外也要視財視所 你要讓他 我們必須要去評估說即便他通過了訓練 他是不是真的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也不是說每個人都必須要安排到一個蘿蔔一個坑 但是至少他有曾經表達過這個意願的過程 是可以被記錄下來 是可以可以問得出來的 在事前的時候 而不是等到一案發生之後 我們要往前追 我們剛剛看到所有的事情都正常 這也不合理啊 這這只是一個其中一個猜測 會不會是專長轉換 我不是說這個一定是主要的問題喔 那另外呢我們看到媒體披露 他說是否聽說過士官欺負軍官的情形 那士呢占13%否占86% 另外黃遠是否有熬夜加班或提早收假 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你覺得新聞可信度如何 這個調查結果是否反應真實的狀況 我先跟委員報告 這個問題的調查是我們調查第一步 我們這個狀況還不是很清楚的時候 我們依據家屬的反應 我們做一個叫全聯都來看看有沒有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我們問到這個東西以後呢 我們就會重新調整分配我們要約權的對象 還有重新設計書面查證的對象 所以他不是結果 他只是我們過去第一項 他的反應裡面 我們不能說他真不真實 只是說這是我們的參考 好 我們都同意各位的說法喔 但是如果我們在這個測表上面都正常 紀錄上面打卡上下班我不知道都正常 但是調查有這樣子的情況 那我們當然要進一步去了解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實發生 另外在家屬陳情的部分喔 有提到說黃遠曾經在這個家族群組裡面講說 哪裡買得到車用的火星塞間隙良規 這個應該不是大家都會日常生活在買的東西啊 所以這個就有人猜測說這個是不是軍用備料 那想請問一下這個國防部實務上基層發生自購料件的情況多嗎 或者是說有嗎 跟委員報告我不諱言我們以前曾經發生過 但是我們國軍近幾年我們為了要避免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設立一個我們就有個叫公務預算 叫做大賣場基金 每個聯隊都有個額度 如果你的裝備只要不是管制性軍品 遺失了或是不見了你只要報告走程序完 我們是可以去大賣場買回來補習 這個是可以的 不需要自己花錢買 瞭解這的確是一個 對這的確是一個 每個聯隊都有錢可以做這個事情 這的確是一個讓軍隊軍官不會自己去花錢在外面購買的一個方法 但是綜合剛剛我問的幾個問題 包含是否有休假工作時數不合理的情況 包含他有可能施購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去施購 如果今天我們這個制度完善可以在大賣場買到相對的東西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去問他爸爸跟哥哥這個問題 另外呢是他專長轉換 這些事情都有可能是還原 在工作上遇到壓力的一個過程 我想在調查的時候一定要針對這些要點 再去細加的了解一下 因為這件事情我們也接受到很多陳情 我們沒有調查權 我本身也不是司法單位 所以我們只能夠把這個民眾給的意見 給各位參考看看 那這一些包含他的哥哥 包含他哥哥的 包含他的同事 包含他哥哥的朋友 都會有這樣子的說法 參考看看好不好 我們在調查離軍 我們都是希望說完善制度之後 能夠保護這些官兵 然後用心的工作 那在專業上面 我們一直也都很尊重國軍的這個專長 把它當成一個正常的 不管是商業的公司或是民間的企業 他都不應該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這無關乎軍不軍人的事情 只是我們對軍人的要求會更高一些 所以請大家 你們是這個國家的代表隊 這個在不管是心理輔導 心理衛生的部分 或者是制度良善的部分 一定要再加油 最後我想稍微提一下性別意識的部分 我們看到國軍同袍廚續會宣傳影片的截圖 一分鐘內出現十多張的女性官兵圖 或許是一個性別平權的意識 也或許是希望說 因為我們知道 大概有87%的比例是男性的士官兵 會因為這樣子的照片來對這個國軍 我不確定產生好感 那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從台灣從2005年行政院 推出這個性別主流化之後 國軍在性別平等上 有做了哪些努力跟嘗試 報告委員 本部配合行政院的政策指導 推動這個性別 這個平等的政策綱領 性別主流化等等 以及CIDO 我們成立了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同時各軍司令部 也成立了性別平等工作小組 那那邊9個小組 不管是從法令 性別影響評估等等 軟硬體設施 我們都定期的來這個傳達 這個行政院的政策指導 好我相信你們都很努力還講得出CIDO 表示真的有放在心上 不過有一些數字我不太理解 去年辦了5242場 參加人數15萬人 我們總共也才18萬人 那另外呢 我們有每年文宣宣導190則 家務分工5則 性別刻板印象去除10則 女性人力運用10則 我不太了解 所以我想說在這邊跟 趁這個機會跟你們請求一下說 因為這個目標執行的狀況 跟成果已經推動至少一年了 我們希望說可以跟你們拿到這個 初步的成果報告 麻煩提供給我們辦公室參考好嗎 謝謝 辛苦 拜託加油 謝謝